Some people just can't let go of their own anxieties and obsessions, leaving them lost and disconnected from life. Some people just can't let go of their own anxieties and obsessions, leaving them lost and disconnected from life. 你好啊,我是最在乎你的英语老师,英语兔。 咱们刚才读到的名言,出自皮克斯、Pixar,2020年出品的动画电影,心灵奇旅,Soul。 影片讲述了梦想成为爵士钢琴家的男主角乔伊·高娜,Joe Gardner,与厌世的灵魂,22相遇,并携手寻找生命的意义的故事。 刚才这句话不长,但需要注意的语音现象可不少。 首先我们来看前半句。 Some people just can't let go of their own anxieties and obsessions. 其中,just的结尾t,后紧跟cant开头的k,所以会发生无声处组,或者说不完全爆破,失去爆破的语音现象。 也就是只要做t的发音动作,并不完全发出来,停一拍而已。 像这样,just can't,just can't. cant的t,let的t,也是一样。 如果你对这个语音现象不是特别了解,请见英语图我的不完全爆破,无声出组视频。 go of 这里,因为go是以o,英式或o,美式结尾,而of以原因o开头。 所以go of中间一般会加入一个微弱的问音。 如果你对加音不是很熟悉,请看英语图我的加音视频。 their own,在音音中,their以字母are结尾,其后on以原因因素开头,所以要联读。 这种语音现象叫做linkingare,而在美音中,their以are结尾,自然就要和其后的on开头的原因联读,像这样。 their own,their own,同理,之后的on和anxieties,anxieties和and,and和obsessions之间,也需要联音。 听到这,你是不是恍然大悟,为什么外国人总是感觉说话好快的样子? 就是因为他们的话语中自然而然的会有很多联音。 请再听一下比较自然的读法。 their own anxieties and obsessions。 我们再来看后半句。 leaving them lost and disconnected from life。 这里lost末尾的t和and开头的d需要联读。 也请注意and在这里需要弱读。 而因为disconnected开头是d,所以and末尾的d失去爆破。 再看到disconnected和from,disconnected末尾的d同样失去爆破。 所以,这句话比较自然的读法是,lost and disconnected from life。 我们看一下所有需要注意的语音规律,在整个连起来读一遍。 some people just can't let go of their own anxieties and obsessions, leaving them lost and disconnected from life. some people just can't let go of their own anxieties and obsessions, leaving them lost and disconnected from life. 如果你对本期视频中提到的语音现象还不熟悉的话, 请参见英语图我的语音技巧合集。 看完这部影片,英语图我最大的感受是, 我们每一个人在追寻目标的人生旅途中, 都会不可避免地感到焦虑。 这个焦虑也许是考不到班里前十名带来的, 也许是写不出毕业论文带来的, 也许是玩不成月幕的KPI指标带来的, 也许是找不到人生的意义带来的。 也许你为此努力奋斗了很久, 也丝毫看不到成功的希望。 不过,请一定不要把自己关在焦虑的小房子里, 与人生脱节。 请看到生活中美好的方方面面, 以及几乎任何情况下都会存在的希望。 好,这次就到这里, 我是最在乎你的英语老师英语图, 请花几秒钟帮忙关注、点赞、转发评论。 十分感谢,我们下次再见。